那經過剛剛這個美味的茶點時間之後 是不是大家都更有精神了呢 接下來下半場的講座呢 我們比較要為各位介紹的就是說 我們上半場我們聽到什麼 谷光被培診診是一個非常好用的雲端 不需要建置任何軟硬體 甚至你不需要GIS背景 直接可以操作一個非常簡單又好用的一個平台 那但是有這麼好的工具之外呢 我們希望能夠告訴各位長官 各位衛兵們 我們這邊有很重要的這個空間 相關的一些情報資訊 我怎麼樣用這個這個GIS的工具 讓這些資訊能夠更靈活呈現 然後怎麼樣來做這加值的應用分析決策判斷等等 那以下呢 我們即將這個下半場我們會介紹兩個案例 兩個案例 首先第一要登場的案例 是我們這兩年在交通部公路總局 衛公路總局的這個客戶呢 所見是一個叫做Safe Taiwan 安全台灣平台的一個這個專案的實際案例的分享 那我們這邊擔任主講人的講者呢 是我們中瑞騰中經理 那中經理這邊他在這個Safe Taiwan 這個公路總局的客戶這邊呢 服務非常有非常豐富的經驗 那協助客戶來做一個非常這些空間情資的判斷分析 以及運用非常豐富的經驗 那以下呢我們就用最熱烈的掌聲來歡迎我們的中瑞騰中經理 在場各位的長官跟貴婷大家好 那我是群立史丹利 那我今天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透過Google來對天然災害這些資料來做個分析 然後跟應用 那這邊我介紹的案例就是 以公共總局他們做一個Safe Taiwan 安全台灣為例 那它本質上是一個風險管理協作平台 那之所以稱為風險管理協作的意思呢 就是說它是based on在我們 對政府所有的部門跟產學研究等單位呢 貢獻各自的資料 然後把它匯整成單一平台 然後再對外做不同的服務 那它其實就是一個共購平台 所以所有的產官學的合作機關購 都是他們的自己的擁有者 所以這個平台是屬於大家的 那它的核心概念就是 我把所有的資源匯留在一個地方 然後我可以分別在電腦上 在平板上 在手機上 行動載具上 未來可能可以整合到導航應用上 這樣子對資訊的串流跟匯流來講 是更為方便更為有用 那我們也知道其實現在是一個資訊爆炸的時代 我們常常會從平板啊 從電腦啊 從網路啊 電話啊 甚至報紙上看到一堆文字 那這些文字代表什麼 我們可能有感興趣在 假設今天發生地震 我們會去找地震的訊息 如果今天發生淹水 或者是大好雨 甚至颱風來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看到跑馬在跑 那這時候呢 我們要找到這個東西 代表的意義是什麼 我們可能會看到像圖上這樣子 都是文字 我們還要再去消化 再轉化 再去了解 甚至如果是不同領域 我們可能根本不知道 這個名詞代表什麼意思 那這樣的訊息其實就是一個 比較難以理解 或者是不直覺的訊息 可是呢 如果透過GIS方式 我們可以把訊息轉化成 另外一種圖像化的方式 今天發生地震 我想知道 台灣 這麼多地震 到底是為什麼 那歷年來發生什麼地震 我們只要透過一張圖 把歷年來地震 位置資訊 跟它的震度 反圍 跟它的震度的強度 去做一個分類 那我們就可以很快的成現 因為台灣在右半邊 比左半邊來得容易有地震 OK 那另外一個就是 如果颱風來的時候 我們總是會聽到氣象局發表 颱風在那個 台灣東部西太平洋的某個地方 然後以北北西的方式 向台灣前進 那時速多少公里 那我們總是聽到這些訊息 氣象局都是這樣報導 可是呢我們真正知道 台灣到底會經過屏東呢 還是會從台北切過去呢 我們很難去想像嘛 如果都是聽到一些 預測啊路徑啊方向啊 我們會沒辦法理解 可是今天我透過一張圖 我把颱風的預測路徑畫出來 它的颱風的風暴半徑畫出來 以及現在這個時間點 在它的雲雨 它的雲雨它的暴風也 整個位置在哪裡 我們就可以很清楚知道 颱風跟我們台灣現在相對關係 那相對的 在什麼時間它會抵達到 比如說你達到宜蘭 還是呢什麼時間它會進入到台東 那我們就可以很明顯 從這張圖看出來 那這樣子呢 就可以幫助我們消化這些 多餘的文字 以及這些爆炸的資訊 而且可以讓資訊更容易理解 更簡單化 所以就是直覺跟專注 那舉個例子來講 上禮拜大家都會有感覺到 就是在5月21日的時候有一個大地震 在花蓮 那我們就會開始早上起來 突然一陣搖晃 然後我們第一件事情就是什麼 地震 然後但是好像沒有那麼強 我們也不會想要跑 那這時候去第二件事情是什麼 趕快上網找網路新聞啊 或者是看看報紙有沒有什麼資訊啊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網路新聞上就會講說 花蓮發生什麼急急地震 然後但是好像虛禁一場 那再來可能又有一則說 那南投要嚴防土石貪方 然後又有一則新聞說 新北也要嚴防土石貪方 那我們就會覺得疑惑啊 那地震在花蓮 可是南投要嚴防土石貪方 然後新北也要嚴防土石貪方 那這些的關聯性到底是什麼 文字資訊能夠表達到現在為止 我們還是不夠完全理解 那我們在如果透過GIS的方式 來幫助我們會怎麼理解呢 首先以盛排安為例 我們把地震的資訊套出來 它會相對有正央的位置 以及正路的範圍在全台 然後我們再來套點 因為我們也知道那一陣子 其實連日大雨 那大雨的最嚴重的地區 就是在中部南投 那透過三日累積密土 我們可以看到其實在南投的地方 就是中間圈起來的地方 它是全台灣累積雨量最高的地方 那相對它跟花蓮的距離也是較近的 那另外一個呢 我們再往北看 看到新北的地方也是圈起來的地方 它算是第二或第三高累積雨量的地方 那用這種方式來看 在比對正路的強度 我們就可以知道 原來它的來源是透過這種方式去了解 那其實一張圖 我們就可以代表三者新聞所要傳達的訊息 我們就可以自己判斷說 其實雨量高跟地震可能會有相對的關係 因為雨量高它的土石會含水量較高 所以它土石容易鬆動 再給它一點搖晃的話 它可能就會發生一些預期性的災害 那此外呢 地震我們還可以怎麼去做後續的判斷跟分析 如果有GIS資訊可能還不夠 那如果有即時資訊呢 那它就會是非常有幫助 我們通常人都會在外地啊 或者是什麼 就是假設鎮壓在花蓮 我們可能同時分布在台北啊 屏東啊 台南啊 台中啊 那我們怎麼知道當地災情是什麼 我們可能都會透過新聞啊 或者是隔天的報紙這些二手新聞 我們才知道當地發生什麼災情 可是現在這個時間點發生的時候 我們真正去理解當下的狀況 才是最好的資訊嘛 所以我們如果透過那個 審到一些即時交通資訊 CCTV回傳的影像 再配合正度 可能發生災區的地點 我們去叫這些CCTV回來 我們看到當車子還在行走 然後CCTV看起來下雨的強度沒有那麼強 我們就可以保守的評估說 這個地方可能沒有什麼事情 所以呢第一則新聞 大家還有印象嗎 花蓮傳出六級地震 但是好像是虛禁一場未有災情傳輸 其實就是這個原因 那第二個呢 我們可以再透過網路通組 我們全台有設幾個網路 在公共總局這邊 在全台有設幾個網路的監控站 那這些監控站呢 我們透過監控站的亮燈 如果紅燈代表網路斷掉 橘燈代表網路有問題 那綠燈代表網路正常 那在當下發生地震的時候 我們趕快把網路開起來 我們就會知道第二個訊息 沒有災情之外 它的通訊還是正常的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不管後續救援 還是當下的聯絡 都是順暢的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可以保守的 更加有自信的估計 這個地方確實是沒什麼問題 再來呢 行動裝置 我們今天不可能都在電腦前 如果我們在通車 我們在外面外夜 或者是外面的工作的時候 我們可以打開平板 或打開Mobile 你的手機 我們可以把這些資料叫出來 一樣通過地震跟雨量 我們可以看到這些訊息 甚至我們可以看到 土石榴的黃色警戒區 如果我們今天人 剛好在南投 某個地方 那我的位置旁邊 就是土石榴警戒區 我就要想想看 我是不是應該要遠離一點 過幾天再過來 再來呢 我們如果今天是用路人 我們行走在 比如說 南投的這個山路上 我看到前方 工作群在當下發布了 前方的道路風阻 這個地方不要再前進了 那我們看到這個訊息 我們可以知道 我們再往前會有危險 而且甚至路會阻斷 我也不能往前 那我可以及早回路 那甚至未來 我後續可以再看看 這個雲雨到底會怎麼移動 如果現在的雨量在這裡 那過兩天 它的雨量會移到哪裡 那如果那邊還在下雨的話 我就要小心 就是這樣記得待雨一句 OK 那 再來呢 剛剛那些資訊是 及時當發生災情的時候 那我們還可以做什麼 未來 未來我們可以 把有用的資訊 先疊成一個主題地圖 當我一次開啟 我就會看到所有 我們想要表達的資訊 那這樣子資訊整合的套疊 其實也是協作平台的用意之一 因為單一的資訊 往往會揭露的不完全 我們可能會誤判 可是多重的資訊套疊在一起 它的訊息就會更準確更有意義 那第二個呢 就是我們未來會開放API的開發 那API開發就是 這些協助共購的機關 產生的這個豐富的投資呢 我們可以share給所有的業務俗事 他們如果想要借接這些資源 他們不用在各個單位去要 他們只要接API的資訊出去 他就同時擁有部分的Santa的資源 最後呢 因為現在3G網路是很順暢 可是當災情發生的時候 往往3G都不能用 甚至3區也不能用 那這時候只剩2G 2G的話只有簡訊跟部分通話 那簡訊的話 其實可以代表很多意義 當簡訊帶有地理資訊意義的話 它的簡訊就會非常有用 好比說今天我在中部3區 或者是在某個路段是受困的狀況 我只要發出簡訊求救訊號 它就可以帶出我個人位置的資訊 這時候再整合回Santa的資源 我們就可以提升後續救援跟協助的部分的效率 那這樣子的話 可以Santa也是Santa people 那其實未來是大家的 不是政府的 不是產業的 也不是研究單位的 那大家都可以貢獻自己的資源 然後讓這個資源更加的會有整合 那這個資源也會更加有價值 那以上就是我在針對Santa案例的提報 謝謝大家 謝謝那個中經理為我們帶來 這麼精采的一個演講 那剛剛透過我們剛剛講座 我們也發現到說 公務總局是怎麼樣運用這些 各種不同的來自各的 不同公務基段這些資料 有效去做一個災情的研判分析以及因應 比如說像CCTV啊 地震、土石流、雨量等等 將它去分析然後來做出決策判斷 那另外這邊呢 因為我們要切換一下這個電腦的部分 那這邊有一個小提醒呢 提醒一下大家 大家手上呢 或桌上應該都有拿到一份 就是每個人都有一份我們這個 講座的資料 包括我們這個產品的DM 以及有一份這個特別一定要跟大家講一下 有一個問卷 有個問卷呢 待會大家利用一下時間呢 來幫我們做這個問卷的填寫 為什麼呢 除了就是感謝各位好朋友 沒有要對我們這個活動來做一些feedback 另外只要填寫問卷呢 我們離場時候工作人員回收 就會可以交換一份這個一個精美的小禮物 一個精美小禮物 這邊非常可愛的一個相機造型的USB 相機造型的USB 所以請大家 待會呢一定要多的控 幫我們來填一個問卷 那接下來 我們要帶來第二個這個案例的分享 是我們這個片段階層 是資料整合平台的一個案例分享 這邊我們邀請到就是我們群立科技的這個 資深業務經理黃俊玲黃經理來幫我們做個介紹 黃經理這邊呢 他長期以來擔任我們水土堡池局 這個是我們東部一個非常重要的客戶 常年在這邊客戶呢 這個協助這個各個組織的業務單位 來幫他們運用這個GIS的資料 來做出一些像類似工程甜味啊 甚至像一些KML的這些等等的GIS資料的應用 以及分析 那以下呢我們就用最熱烈的掌聲 來歡迎我們的黃俊玲黃經理 謝謝各位 今天立零 立零一 那 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我今天準備了20頁簡報 但是我大概都會講4頁 那如果說各位聽完有興趣 我們可以到各位的辦公處所再看 116頁簡報 那 OK 我們先來講一下 今天我們主題叫做 天然災害顯示資料整合平台案例分享 那我們 我小愛寫作文都是要先看一下題 我曉得是什麼意思 我們先討論一下什麼叫天然災害 天然災害它就是 你沒有辦法去防止它來 但是你可以想辦法在事前 去預知它可能的走向 去降低它可能的影響程度 以及就是說事後 我們如果去做一個應變 如果去做一個緊急搶修等等 這是天然災害的定義 那 顯示資料就是說它潛在的那個趨勢的一個資料 那以這個資料的來源 相信各位長官應該都有體悟 就是說可能來源很多很雜 那如何去取得一個正確快速的資料 我希望說可以用一個團結力量大 示範勾背這個方式 也就是說水利署水保局 中央氣象局公務總局等等這些單位 因為他們有他們自己專精的地方 那如果說我們可以去擷取他們的一些 顯示資料部來使用的話 是不是我們就可以給它示範 勾背的效果 那當然你要擷取大家的資料 你可能勢必就要一個整合的平台 那所謂的整合平台 我希望說就是大家都會用 而且都喜歡用的平台 我把它稱之為整合平台 那所以我們來做一個貼的調查 請問一下各位有使用過Google Earth 或Google Map的 請舉手一下好嗎 OK 大概有95%以上都用過 那好再問第二個問題 就請問一下各位的電腦桌面上 有安裝這一顆 有看到嗎 凡色的這一顆球 Google Earth這一顆球 請舉手一下好嗎 OK 跟剛剛的答案其實差不多 也大概都有九成以上 好 那我這邊就姑且下一個定義就是說 Google Earth或Google Map 應該是滿適合來做一個 通用的整合平台 那至於案例分享 因為剛剛這邊應該有消防署 警察局 農地水利會 水保局 水利署 公務總局等等的長官 那我們大家都希望說可以聽聽看 別人的一些成功經驗 因為複製其他人成功經驗是最快的 所以說如果 大家都不想當第一隻白小鼠 所以如果說像水保局 公務總局 他們有做過一些成功難題 是不是直接把他的成功經驗 摳比過來 是不是就好一點 可能就不用走一段冤枉路 OK 所以 好 進入到今天的主題 我希望今天這張簡報是可以跟大家解決 你們大同小藝人問題 那什麼叫大同 大家都是公務員來的 所以應該都是主要的大同 就是主要的目標 就是服務民眾 那服務民眾主要是要提供最新 最即時 還有最好 最精確的資料 這就是所謂我認為的大同的問題 那要提供的大同的問題就是 我剛剛講的 我們有一個共通的平台 最好這個平台 不但是你們自己喜歡用 一般民眾也喜歡用 那其實Google Earth 或Google Map 全世界已經超過10億的使用人口 所以這也是我剛剛講的 共通的平台 我覺得它是最好的共通平台 那其實小異的部分 就是說 各位長官 承辦的業務 應該都不太一樣 水利管而穿 水保管三波梯等等 大家的業務都不太一樣 那我稱它為小異的問題 那小異的問題 如何來做一個溝通 因為譬如說 今天舉例來講 你講英文 你講德文 你講法文 你講日文 那我們總是要有一個共通的語言 才能夠去 來做一個問題的討論 所以 就我而言 既然共通平台選擇 Google Earth 或Google Map 那共通的語言 我就會選擇 KMARL或KMD 那KMARL或KMD 其實就是Google它的一個標準的一個格式 那當我們在第一場簡報的時候 我們的政經理也有提到說 如何去產自一個 發布一個KMARL的一個檔案 所以等一下 我會直接透過 1K的KMARL 讓各位來看一下說 這1K的KMARL 到底包含了哪些資料 那這就是我剛剛講的 共通的平台 來解決大同的問題 我現在選擇 Google Earth 那共通的語言 來解決大家小異的問題 那我現在就選擇KMARL 好 那如何解決大同小異的問題 我這邊等一下會跟各位講 5個部分 第一個已經講完了 就是我們要如何取得完整 而正確的資料 那如果說我舉例 這個idea是Copy水利署長官 水利署長官 他們希望說可以用一個 共通的平台 發布給他們的相關單位 他們可以去畫所謂的 淹水範圍 或者是一些 重機去進駐的點 或者是 避難路線 疏散地點等等 這個如果說有一個 這個機制的話 好像不錯 所以呢 善用KMARL是最好的方法 等一下會直接實際操作 那KMARL 就是動作我們剛剛講的 用1K的KMARL 就是用那個 Google平台 來做一個 發布 好 那我現在就直接進入到 1K的KMARL 它到底包含了哪些資料 這個部分 各位可以看一下 第一個 GESample.KMARL這個部分 大家看它的大小 就是1K 那很簡單 如果說你今天要請你的 承辦或相關民眾 等等提供一些相關資訊 你只要把這個 1K的KMARL E-mail給他 那請他在那邊 安裝一個Google Earth 那Google Earth 其實它是free的 只要網路 這樣都可以下載 OK 我們直接把這個 1K的KMARL 直接操作很簡單 就把它點開 所以只要說 你們的 駐地代表 或者是當地民眾 等等 願意提供這個協助的話 你把這1K 依給他 直接把它點開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可以看到什麼資料 那這是大家所熟悉的Google Earth的介面 在左上角 在這邊 就是我們一般所熟悉的 你可能自己去產製的一些KMARL資料 它在左邊 這是屬於個人端 柯欄端這邊 這個資料呢 它可以被擷取 譬如說我們按右鍵 它可以複製刪除等等 這些工作 這在資料的保密性可能 剛剛 移民署的長官有來跟我聊天 但是會有一些 機密的資料 可能不太容易這樣子 被你的PO 那所以說 我剛剛點到那1K在哪裡 各位可以看一下 就在這邊 它出現在左下角 左下角它代表什麼 它是放在雲端 那雲端它有兩種方式 一種是 你們自己單位 建置所謂的私有雲 放在你們自己家 另外一種就是 我們第一場所講的 放在Google雲端 那在Google雲端 這個1K的資料到底有多大 我們大家稍微看一下 首先 剛好前一場有一位長官問到說 你們都用到高解析度的影像 那高解析度的影像 當然對你們後續的使用上 應該非常有幫助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什麼叫高解析度的影像 當然我們在我們下一場簡報 也會講高解析度的衛星影像 那這是我們 幫水寶局拍的 高解析度的航空影像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解析度應該蠻高的 那可能會有人說 沒有比較不知道 OK Free Google它就有一個好處 它有一個透明度 我直接稍微拉一下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是Free Google上面的 微信影像 OK 所以 解析度高與否 我們直接從這個拖拉的方式 推開出來 清不清楚 所以說各位如果有影像方面的需求 當然也可以跟我們討論 然後跟我們做進一步的溝通 那你提供這個東西給 比如說可能你們當地的村里長 村里幹事 他可以提供什麼樣的服務 舉例來講 我們今天會給他高解析度的影像 他可以去做 譬如說 這都是Free Google上面的一些工具 那如果說各位 有想要進一步學習的話 我們都很樂意到各位的 辦公室所再去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譬如說他可以加地標 這大家應該不莫兇 那在這地標上面 你當然可以去寫一些 譬如說我舉個例子 譬如說沙包 這就代表說可能颱風來之前 我們可能要把一些沙包放在這邊 讓民眾來允許等等 那各位看到這個沙包就在這邊 那很簡單你按右鍵 Email 移給各個承辦 所以各個承辦 他就可以搜集到全省各地 各地方所提供的一些即時的資訊 因為大家可能在台北在中央 可能不太曉得說各個地區 哪邊到底會淹水 或者是真的要逃 不是逃 避難的處所到底在哪裡 避難路線到底在哪邊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透過民眾 或者是當地一些我們的助力代表 來做一個協助 那除此之外呢 他到底也可以畫範圍 然後可以做一些飛行模擬的影片錄製等等 這邊我就不再贅述 那另外我再舉一個例子 我們當然也可以去連結所謂的 即時的一些資訊 譬如說這個是 中央氣象局 他即時的一個氣象資訊 各位可以看一下 如果說防曬的部分 我們再搭配一些中央氣象局 只有我剛剛講的 我們要結合大家的力量 透過一個共通的平台 把一些相關資訊拉進來 這是10到50分 即時的一個資訊 所以都可以透過1K的東西把它拉進來 那除此之外呢 可能大家 有一些大量的資料 譬如說 地級資料 那當然地級資料 我這邊不會秀給各位看 因為它要設計到各自的部分 所以我們 那邊是有做一個管制 我來秀一個 OK 土地使用別 好了 也是以剛剛那個範圍 我先把這個沙包管理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1K喔 它現在也是在1K裡面 1K裡面它有什麼資料 農地使用、農地利用等等 這些相關的資料 那所以說 如果說你們 一些當地的 譬如各縣市政府的承辦 他們有一些資料的需求的話 大家不要分別去買 統一由你們這邊來買 然後透過1K 給大家去做一個使用 所以說這裡面 很多很多的資訊 都可以透過1K的這個方式 來提供給各位來做一個使用 OK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最後 1K的東西 1K的K沒有 到底可以做哪些使用 我就透過 一個兩分鐘的影片給各位看 那這影片裡面的內容 其實都是這1K裡面可以做得到的 那細部的部分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後續我可以再跟我們聯絡 那我現在就直接播影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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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K的我在見面 Hadi TIM 然後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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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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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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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